随后于海认为,这场比赛发挥现实不怎么好,除了运气在我们这边,我们的表现配不上这场胜利,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整洁的东西。 后面的比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,客观受伤是我们现前很难意料到的,它受伤对于我们整条后防线有比较大影响,主向面对我的位置进行了一些调整。 虽然先后防线上的位置是重新组合,我们还是尽可能把后防线组织好。 谈到后防线,于海坦言,后防一点就是袁俊林了,大部分的威胁都是袁俊林主动的,后防线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,基本上还是靠袁俊林,他在后面也很放心。 对于外观的难度,于海表示,我觉得每年外观都不好,这场比赛确实非常困难,最后时刻才取得进球。 后面的比赛对于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困难,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准备。 本场发挥出色的门叫袁俊林赛后也接受了采访,并以此意的感受。 他说,今天对手实力还是很强,给了我们很大的困难。 因为对手的控球很强,我们今天的战术是防守反击,人与阵型没有统一。 上半场有些被动,下半场进行了一些调整之后,以上半场稍微好一点。 整体感觉球队不在最佳状态,但比赛就是这样。 结果到一个过程,上海目前在超级东,张超和拉强三战前胜。 董俊林表示,球队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打法,队伍迷合算比较好。 但球队有一些被动的生病,带来很大的困难。 中路的生病对于球队还是很关键的。 我觉得这对于球队和防线有很大的问题。 谈局本阶级目标。 董俊林说,谈目标还是比较远,还是一场场去踢吧。 就像赛季出动的目标一样。 多踢几场球,多赢几场球,中超第二轮,上赶对郑孙林。 董俊林说,江孙是一支比较强的球队。 近几年对阵他们并不容易。 我们只有三天休息,对于我们比较困难。 近几年无海的称赞。 林俊林表示,我们后防线每一个人都是很不错的。 今天每个人踢的都很不错。 防守就是整体的防守。 包括赫安、奥斯卡、埃尔克森都参议了防守。 欢迎光注,将龙逛世界,支持中国则雄。